程式的速度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有讲到有个所谓的筛选业务 比如说我想要找谁 找谁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找个别的 那你可以 那我先把它删掉 比如我想要找某一个人 找那个小咪或者是菜头 我想小咪好了 那我讲过 那如果他有 这个人 也就是说能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东西叫做input box 以后如果你不想要很麻烦 去做一个表单让使用者输入的话 其实最简单就是input box 那input box的话 它主要的用途 就是让使用者输入一点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丢过来 有个x我们去接 所以这个小咪有没有 他就会将来丢到一个x的变数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x变数 做后续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需要两个 两个资料的话 那你就input两次就好 也许你第一个放x 第二个放y 这样也OK 比如说你可能要查两个条件 可能业务人员叫什么 然后呢 第二个是说 他卖的产品是什么 你也可以两个条件 这也OK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 就是房呆 也就如果这边 假如说他输入的资料 什么 就是空的 没有资料 那当然不行 第二个的话 比如他输入什么 他输入了资料 我有一点忘记 OK 房呆 所以我们后来又写了一个房呆 房呆的话 我们就是三个房呆 这个已经存在 OK 然后呢 每一天写 查污资料 好没有 所以呢 我们就是小咪在按确定 这个是有的 也不过他刚刚也在闪动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不闪动 一样你就再加一个那个 那个screen updating把它False 就OK 小咪就查出来了 但是呢 如果要防呆的话 我刚讲 第一个就是 这个如果没有输入 那你还把它倒回去 所以我们有个go to叙述 go to 到哪里 比如说按确定 没有输入 就按确定 他说请务必输入 这个好像re没写 OK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倒回去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 判断说他如果空的话 那本来是eliz sub 就跳离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go to go to的叙述 然后re re 记得re这边就是在input box上面 加一个标签re冒号就可以 那他意思是什么 如果他没输入 跳一个请务必输入资料 后面其实我好像有加什么 那个critical OK 警告一下 然后跳到re 刚刚是eliz sub 是直接跳 那跳到上面这样 所以再来看一下 没有输入 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 然后又回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善加 就是你使用的要特别重要 你要对像上次好像有同学是 放错位置 结果他怎么样 一直出现go to 所以一直回去 变得无穷 我已经就跑不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另外的话 如果他又输入小咪的话 没有防呆 否则的话 他如果没有防呆 小咪已经存在了 那当然他会产生 所以什么 一定要先把旧的删掉 产生新的 OK 这边 所以我们上海方有提问 删掉重来了 所以这个是新的 更新过 那就是